现在这个世界骗人的人太多太多了 妖魔鬼怪到处都是 你不跟佛走 你跟谁走 千万不能跟鬼神走 千万不能跟邪魔走 首先你要有慧眼 你要把人把死看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你才不会上当 我们再看下面 由云中超越 游戏大师的 弥陀金诸解 四明云 千台家的四明尊者 云起之苦 所有名字 意义不虚 就近陈旧 盖其所招 皆极正故 阿弥陀佛 真的究竟圆满 我们念这句佛号 目的在哪里 希望我们跟阿弥陀佛一样的 真的圆满 这就对了 那行吗 行 只要你用这句阿弥陀佛 把你在日常生活当中 其心动念 分别执着 取而代之 就成功了 念头才越动 阿弥陀佛 全跪在阿弥陀佛上 不要让 其心动念 分别执着 冒出来 用于这句佛号 把它压住 把它控制住 绝而绝之 没有了 不知不觉 你就成阿罗汉 成菩萨 成佛罗 念念 无量觉 觉而不眠 就这个意思 你都会念 业有知者 我迷了 阿弥陀佛 回归无量觉 业有分别 我迷了 这业齐心动念 我迷了 用什么方法 破灭开物呢 一句阿弥陀佛 真管用啊 真有效啊 不要被别人骗了 现在这个世界 骗人的人太多太多了 妖魔鬼怪 到处都是啊 你不跟佛走 你跟谁走 千万不能跟鬼神走 千万不能跟邪魔走 首先你要有慧眼 你要把人把事 看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你才不会上当啊 所以 所有名字 这就是六字红引 意义不虚 就近成就 盖其所招 这所招就是感应 皆极正骨 他与自信相应 他跟别的不相应 他跟别的不相应 跟自信相应 跟自信里头 本有的智慧得相相应 孤大经 这个大经就是无良寿静 就是本静 世帝 但有名 无神 这个世帝 这个世帝是叫什么 像舍法界 不止六道 为什么 他跟自信不相应 地业一地 又名 又是一 六字红明 是第一一地 无量觉 这是明 自信确实是无量觉 而且无量觉没有生命 世尊在华言上说的 一切众生 皆有如来智慧得相 皆有名 有神也 佛是究竟第一 佛是谁 是自己 不是别人 本来是佛 现在是不是佛 只是你现在 在自信里头 有一层障碍 妄想分别之处 你有这个东西 障碍之处 那我们用世间话来说 你是个糊涂佛 你有障碍吗 有障碍的佛吗 障碍去掉之后 那你是大觉 智慧佛 你看这三重障碍 去掉一重 执着 去掉一重执着 你就成证据 佛家的名字叫阿罗汉 放下分别 你是正等正确 你完全回归自信的 你是究竟圆满佛了 你应该成佛 你本来是佛 佛法里面讲信心 这是第一重要的信心 你对这个不伤心 那你修行 功夫永远不会得累 随佛教 跟其他宗教不一样 这是真的 你看佛家讲极乐世界 极乐世界不是一个国家 那个地方没政府 没有听说极乐世界 有个皇上 没有 极乐世界有个大臣 也没有 极乐世界有县市长 也没有 极乐世界是什么呢 极乐世界是个学校 住在那边人 只有年重人 一个老师 一个学生 他是学校啊 极乐世界 我们应当把他看 这个地区 那他不是一个国家 宗教你们讲 那是国家了 他有上帝 他有政府组织 他不一样啊 那是个学校 社方诸佛如来 共同在那里办了个学校 阿弥陀佛是校长 观音师之 文书普贤 这都是那些教授 所以到那边是求学的 是成就的 你真的成佛了 你不能老住 几多时间 那不可以的 学校不可以 但家住啊 成就之后 你要跟佛陀一样 变法界 虚空界里面 去教化众生 哪里有缘 就到哪里去 这一定要搞清楚 你看一般宗教 升到天堂 升到天国 他在那里安居 他就落户了 西方 是这不是的 学成功之后 赶快离开学校 你去搞你的教育 教学事业 不一样 去祝福菩萨 对于天国 非常尊重 见到天王上帝 也礼拜 恭敬 赞叹 我们在经典上 都看到的 我们在看底下 又 金弥陀 即以正乎 究竟 第一 五 一辰家民 万得起掌 弥陀万得会日 即以具体起掌 众生恨暗 罪瞎了 自然 当年 消乎 晨洁 这是叫灭罪 罪有没有 真有 怎么样灭 念头一转 就灭掉了 绝就灭了 罪是从迷子所干的 绝物就没有了 佛在经上 绝的比喻好 很好懂 罪业像黑暗 千年暗时 我就罪业中了 时间久了 点一盏灯 黑暗就没有了 那一盏灯 绝物 智慧开了 智慧光明一照 黑暗就没有了 造作一切罪业 不怕 怕你不觉 你要不觉 感到的果报 就是地狱三土 这个东西显起 真正觉悟呢 这就没有了 所以这个经上给我们讲的 一念十念 无力十五 一念十念 都能往生西方 极乐世界 生到那边 解释阿维悦知菩萨 一生 决定正德 究竟圆满 这话是真的 不是假的 什么道理呢 这个道理还是 凡所有相 皆是虚妄 一切有违法 如梦幻泡烟 这就是一篇 阿 尼 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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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 尼 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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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